現在是帶大家去探望這個房間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 就在這裡 那晚 好 拜拜 你可以走了 現在就開始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房間了 以前這個位置是屬於廳的 所以我的房間已經凹凹了 爸爸把這個位置選了給我的房間 所以看上去就大一點了 這裡就是我全屋最喜歡的一個屁股 這個很香的 English Pear Diffuser 所以我的房間有了一種清新的香味 但是小朋友的房間 不知道為什麼是一種 縮縮的味道 所以我的房間是很香的 這裡也是放平時最常用的香筍 常用的耳環 上街可能會帶的一些小小的香筍 我房間大部分的雜物 我都已經放在這裡了 因為這次收拾東西我真的扔了超多沒用的垃圾 然後就會放一些書 Phylm 一些雜物 下面的櫃子 會放耳環 Corn 還有眼鏡盒 這個是Tom Ford香水的盒 見多適合用 所以放牙刷 這邊就是床 這杯在之前去台灣華山民床的時候買的一杯超級的 也會放一個Body Cream 方便拿 男朋友之前弄給我的情人之卡 他叫我一定要趕 所以 我中學同學去旅行買給我的手信 其實買回來也沒有寫估的 它一本北紀寶 一站不同的香水 因為香水我覺得他們的包裝很漂亮 我又不是很捨得要把它們收起來 所以我就放出來 而且我覺得香水比較容易抹 不會特別惹塵 放出來 所以都OK 我是一個很容易鼻敏感的人 我一放雜物出來就惹很多塵 所以我一定要全部收起來 我沒有額外找收納箱放 因為都不會再添加其他東西 一眼就看完 我喜歡這張卡 很想要揮放 就是我的心聲 介紹我的殼 我的人身格言 這個是風扇 幫我淨化空氣 我心裡有鼻敏感的我 這張椅子我暫時放在這裡 通常都是坐在廳裡工作 現在給大家看看我的衣櫃 先放兩款 這裡就喜歡放一些皮疙瘩 之後的帽子和袋子就這樣放在這裡 這裡有點混亂 因為我經常穿這邊的衣服 支持我的衣櫃 多數我所有衣服都是摺 然後一直堆上去 這樣就很容易很暖 還有我有嘗試去跟這個顏色分類 因為我看到我弟弟有這樣 好像找衣服找得多方便 這裡就是我放化妝品的地方 以前我房間的東西全部都放在外面 所以覺得很暖 很煩 趁這個我家裡翻新機 就把所有東西收拾好 然後全部放進去 觀眾有留言說過 我很缺乏的東西就是收納箱 這次我就買多了很多盒子 很容易的 很暖的東西 那我容易的時候 我也是很隨手放進去就可以了 怎樣化妝呢 凍髮的東西在床上 然後坐下來這樣化 遲些我應該會在這裡買一塊可以貼在櫃的鏡子 然後我就可以坐在地上化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挺方便 上面是給兩個弟弟掛他們的大衣 或者其他雜物的 我都盡量掛起他們 下面這些櫃桶都是放一些夏天衣服 運動衣服 所以我極少做運動 呃...睡覺衣服 真的很好 弄了很多櫃桶給我放 這部就是我最愛的菲林相機 最近拍照我都只用菲林相機 Pontax T3 超級喜歡這部 因為它超輕巧 這個鬼筒放什麼 Stranger Things Netflix寄給我 超開心 所以在珍藏 最後一個介紹的地方 我介紹給你們 我最近寫看的書 我覺得這本書超好看 有一個感覺就是蓋你兩巴掌 要你醒來 要面對現實 提醒自己 不要活在逃避和幻想裡面 這本就是 How to draw almost everyday 這本書真的超可愛 每天看一版 都會看成品 最後一本 叫做home cafe 它呈現77種cafe 做的飲品 經過也可以買這些書 或者因為我鼻敏感 現在好了很多 不知為什麼 以前我每天都打字 原因可能有一個就是 第一 換了一個新的冷氣機 以前的冷氣機裡面 已經做了塵 我現在放少了很多雜物 而且現在我每天都會吸塵 這個是一個超好的幫手 不是買廣告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吸到很多洞洞洞洞的塵 這個真的令到吸塵變得超容易 現在變得十分之簡潔 真的要斷捨地 放少一些不用的東西 以後買東西 就不要買那麼多不等洗的東西 買衣服也是 我都會買那些比較百搭的款式 目標就是 不要製造更多東西 無謂的東西 微敏感真的改善了超多 自從我一張所有的 本書入櫃之後 希望我房間可以保持著 都這麼整齊 好 那今天的room tour就完結了 我們下條影片見了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見了 怎麼樣 影片見市場 我們下條影片見 desen快住